一说起张柏芝 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虽然近些年她已经虚烧有新作品了 但是早些年她的一些经典作品 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新女郎出道的张柏芝 发展一直很顺利 当年可以说是凭借着喜剧之王 这部电影红遍大江南北 在剧中她饰演的柳飘飘 这个角色被观众熟知 当时张柏芝才年仅18岁 在那个没有整容的年代 张柏芝就是一朵刚刚绽放的鲜花 惊艳了众人 无论演技还是颜值张柏芝 都是当时最闪耀的明日之日 一出道就走红的她 随后凭借何东施吼 获得港台最受欢迎女演员金奖 又因为忘不了 获得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奖 成为当时身价最贵 最炙手可热的当红小花 甚至还被当时港媒评为玉女接班人 虽然张柏芝在事业上 是混得风生水起的 但相比起来 她的情感生活就不是那么如意了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张柏芝与谢霆锋 曾经是娱乐圈里的金童玉女 两人结婚的时候 也是得到了不少网友的祝福 当年的那场世纪婚礼 简直就是羡煞旁人 婚后的两人 还生下了两个帅气的儿子 可以说当时的张柏芝 真的是家庭事业双丰收的了 但是到后来 她的黑料一直被很多媒体扒出 尤其是当年的艳兆门事件 那件事情的男主角就是陈冠希了 说到陈冠希与张柏芝 其实两人很早之前就是朋友 当时两家公司还经常捆绑 两人一起出席活动 少男少女的搭配 也曾是大家眼里的金童玉女 而且还曾有记者当面问过张柏芝 为什么没有与陈冠希成为恋人呢 那时的张柏芝回答道 因为我不是陈冠希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生 她们之间的事情 在那时也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但没曾想到 后来居然还爆出了照片门的事件 之后张柏芝的人设一度崩塌 事业也是直接跌到低谷 以往玉女的形象禁毁 还也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话 但就在她危难时刻 她的丈夫谢霆锋 没有和大众一起指责她 也没有躲在后面不发声 而是鼓励她并给她撑腰 就在谢霆锋 顶着被大家嘲笑的帽子 坚持过来时 张柏芝早已忘记了曾经的伤 乘坐飞机的时候 还遇到了陈冠希 而且还专门换座位 与陈冠希坐在了一起 并开心自拍 发布在社交平台 随后照片被媒体曝光后 再次掀起热议 沸沸扬扬的飞机门 时间 直接成为了张柏芝 与谢霆锋 婚姻危机的导火索 最后两人 也是走向了离婚的道路 离婚后的张柏芝 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儿子 过起了单身妈妈的生活 而兜兜转转前夫 又与王妃走到了一起 直到后来 在一次采访节目中 主持人就是重提 他问张柏芝 当年和陈冠希拍照 是不是主动的 不料下秒张柏芝的回答 直接让全场沸腾 张柏芝丝毫不犹豫地回答 是的 自己以为这件事 已经过去了 但却没想到 会成为后来离婚的导火索 怪不得全场都炸锅了 而接着主持人又问道 那你对于这件事 有后悔过吗 张柏芝则回答道 不后悔 毕竟都过去了 主持人过后 也是询问道 那你现在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柏芝直言 想找一个 属于自己的灵魂伴侣 能够互相照顾 互相体谅的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我来说 一字免 我专门的